开始之前呢,我祝愿现在,我祝愿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 然后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我把我做爱多美五年来 跟我们江泉源局长所学到的爱多美的知识呢 然后分享给大家 然后其实今天能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的呢 都是想成功,想成为有钱人的,对不对 然后呢,大家知道我们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区别是什么吗 我们大家 穷人和富人的区别是 然后我们 穷人和富人谈论的话题是什么呢 然后穷人谈论的话题是一些琐碎的事情 那我们有钱人呢 有钱人他们谈论什么的话题呢 他们会谈论自己的梦想 还有目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具 我们穷人 我们像我们一般的人啊 其实这里所说的穷人呢 不是说就是非常没有有钱的人 就是说我们普通人 我们普通人都是使用什么样子的工具呢 使用的是自己的体力 加上技能 加上我们自己所掌握的一个技能 而有钱人呢 有钱人他们使用的什么样的工具呀 他们用的是自己的 用的是信念 还有就是一个系统 但是他们对待命运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一般都是有很多人都是说 哎呀天天有命吧 但是有钱人呢 富人呢 他们都是知命造命 他们都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 而且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 而去创造他们所想要的一个生活 再一个就是对待事情的方法 事物对待一个事物的方法 像我们普通的人就是说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做一个我们只想着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但是有钱人呢 有钱人是带着一群人做该做的事情 我相信今天大家呢 都是我们都属于是有钱人这一个这一块区域的 因为都是我们都是有自己的梦想 有自己的目标 才会来到今天的这个会议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爱多美的话 我们有成功的三大原则 我们爱多美成功的三大原则是什么呢 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呢 那第一个是什么呀 有知道的话可以说一下 在我们爱多美 我们第一个首先要做的是 我们要爱用 我们为什么要爱用呢 是为了传递感动 我们调安吉会长讲课的时候说过 我自己都不用的产品 我怎么可能 我怎么去分享给别人呢 所以说我们要自己先用 用了之后呀 把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感动 传递和分享给他人 对不对 这样我们心里良心上过意的去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我们一定要参加我们团队 我们要参加我们团队小组的会议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团队和小组的会议呢 为了我自己成长 我自己成长了之后 我才可以去引领其他的伙伴是不是 所以说这就是参加团队小组的会议呀 可以提高我个人的成长 我个人的成长就等于我的成功 那第三点呢 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呀 就是研讨会 研讨会我们为什么要参加研讨会呢 我们我们直销这个行业呢 和一般的就是心下做的这些就是事业啊 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去复制 我们需要复制我们的这个事业 然后再加上我们要复制我们的系统 所以说有的人会说 哎呀那团队会议和研讨会有什么区别呀 区别就在于什么呀 就在于参加小组会的话呀 可以提高我个人的成长 然后这个是比较快的 参加大的系统 大的公司的研讨会呢 是为了我们复制 复制这样一个爱多美的事业 有的人就会觉得 哎呀你们做直销都被洗脑了 其实说只有我们做爱多美的事业者呀 我们才知道 我们参加研讨会 我们不是为了被洗脑 我们是为了自己可以说出来 然后自己能说了呀 才能复制给我的小伙伴 大家认同吗 然后 那我们就来再说一下 我们爱多美的成功八阶段 我先把这个擦一下啊 成功有八个阶段 不是我们爱多美所制造的 在有很多成功的人士呀 他们就是根据这个成功的八阶段 来实行了 来实施了之后呀 才值得了自己的一个成功 但这里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啊 就是我们成功八阶段 虽然很重要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呀 要按照顺序 按照顺序 往我们爱多美的 结出 结出经销商的方向 走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按照顺序 还有方向 为什么要强调呢 当我们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呀 谁都会有迷茫的时候 是不是 当我们迷茫的时候呀 我们要按照这个顺 按照顺序 来做我们成功的八阶段 那我们成功的八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大家有知道的伙伴呀 可以说出来的 没关系的 然后我们第一个阶段 就是要设定梦想 设定梦想 还有就是目标 光有梦想了 没有目标的话 那我们这就是一个空想 我们要 有钱人 他们为什么有钱呢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的明确目标是什么 如果大家想成为有钱人的话 那就要把自己的目标 详细化 明了化 就像我们 朴安吉会长 他经常给我们强调的 这个人生规划 那我们 这个人生规划呢 我们爱德美的事业者呢 每个月都会写一次 然后我们 只有写自己的人生规划 把自己的人生规划 明了化 详细化了之后呀 我们本身 才会产生一种动力 才会产生一种 产生一种 破切感 当我们的 迫切感 我们有了 迫切感之后 然后再加上一个 迫切感 加上时间 然后就会 变成 现实 如果我只有破切感 而且没有 没有时间 的话呀 那就是 有点像白日做梦 了吧 是不是 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设定一个 什么样子的目标呢 我们要 我们的目标 分为一个 短期 中期 还有一个 长期 那么短期的目标 是我们要 制造自己的 一日计划 还有周间计划 一日计划 我们要 做到 我们要做什么呢 一日计划的话呀 我们可以设定 我一天 见几个人 是不是 根据自己的 时间而定 我一天 我准备要见几个人 那么周间计划呢 周间计划就是 我这个礼拜 从周一 一直到周六 一直到星期天 我给定 我给自己定一个 业绩 我给自己 我给我自己定的 业绩 然后要 我要达到 多少积分 那么就是 再说一下 我们中期的一个 目标 我们中期的目标呢 我们可以定为 越界目标 越界目标 我们要做的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要邀约几个人 邀约几个人 我们邀约 可以邀约到哪里呢 可以邀约到办公室 然后还可以邀约到 我把它引荐给我的老师 然后还有邀约到 我们公司的 线上的研讨会 然后那 这个月间的目标 我们定完了之后呀 那我们再定一个 我们长期的目标 我们爱多美 每位会员 每位小伙伴 每位事业者 都想达到的一个 最高级别 就是我们的 环与CEO 可以把它定为 我们的一个年间计划 这个年间计划 我们还可以定为什么呢 还可以定成我的收入 我在爱多美 我要达到一个 这一年 我要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收入 而且在这里 要尽量把大家 就是得到收入的 这个期限 这个周期缩短 缩得越短越好 比如说 我刚开始 加会员的小伙伴呢 刚开始 加会员的小伙伴呀 我们可以 像他们的话 一般都是三个月 或者是一个月 来一次提成的 这样的小伙伴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 市场收入的伙伴呢 我可以把自己的目标定为 把它的周期缩短 缩成两个礼拜 或者是三个礼拜 打一次提成 然后这个 就是我们的年间计划 那我们的第一个阶段 我已经说完了啊 那再说一下 我们的第二个阶段 我们成功八阶段的 第二个阶段呀 当你有了自己的梦想 和目标的时候 大家觉得 大家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是不是要 为了我的这个梦想和目标 我是不是要下定一个决心 我们要下定决心 我们要什么时候 下定决心呢 我们 不是明天 也不是今天 是每瞬间 我们可以每瞬间 每瞬间的下定不同的决心 在这里我想 三点 我们要下定三个决心 第一个是什么决心呢 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乐观 乐观性的心态 为什么要说 我们要抱着一个乐观性的心态 去做事情呢 我们周围有很多正能量的 还有负能量的 大家肯定都会有所体会 正能 当我遇到正能量的人 我很开心 我很happy 但当我遇到负能量的人呢 我自己也不知不觉的 我就被他 我就随着他 随过主流的那种感觉 当我们带着乐观的心态 去做事情的时候呀 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然后我们去 宣传我们的事业的时候呀 肯定是会被要拒绝的时候 那这个样子呢 我们帮有乐观的心态 去宣传的时候呢 就算我被拒绝了呀 我也可以泰然若知 是不是 然后那第二个就是 我需要有主导性 什么是主导性啊 刚开始我听这个主导性的时候 我不是非常的理解 因为我们心 我们有很多都是什么样子的呢 不是我去主导别人 而是我被别人主导 当我们要抱着一个主导性的态度 去做事情的话 我们就要抱着一个 带有主人意识的心态来做事 就像我们一般就是 给别人打工的人呀 如果抱着做老板的心态 如果去做事情的话呀 我相信他做出来的成绩会 一定会很卓越的 那第三个又是什么呀 我们要下定一个什么样的决心呢 就是一个代价支付 代价支付 可能会有很多小伙伴 那我要支付的是什么呢 我要支付的是金钱吗 但是在其他的行业的话呢 你可能需要支付的是你的金钱 但是在我们爱多美 我们支付的不是金钱 我们支付的是自己的自尊心 自尊心 大家觉得什么时候 才是把自尊心拿出来的时候呢 当我成功了之后 才是我把自尊心掏出来的时候 在我成功之前 我要暂时的把这个自尊心 装进我的口袋里 还有一个就是要支付时间 支付时间不是说 把你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爱多美 而是什么呀 比如说你的业余爱好 然后还有比如说看电视的时间 然后或者是陪伴宝宝 陪伴孩子的时间 可以缩短一点 把这个缩短的时间呢 用到爱多美的这个事业上 然后 现在我们第二个阶段已经说完了啊 那我们再说一下第三个阶段 我们第三个阶段是 那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了之后呀 那我们要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要 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什么呀 我们也需要什么一个 我们做事业的时候 就算自己去做商业 我们需要投资的 我们是不是需要自己有资本呀 那在我们爱多美的资本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名单 我们手机里面的联系方式联系人 然后那我们就要一起写下名单 这个名单 这个名单是因为我们需要有自己的资本 是不是 就像我们战事上战场的时候一样的 如果没有枪支弹药 那他们有战斗力吗 没有战斗力的 名单就是我们的资本 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资本 刚开始我们做爱多美事业的时候呀 谁都会写这个名单 当我们的事业进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呀 我肯定会拓展我的市场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 这里不是说名单写完了之后呀 我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当我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呀 我要不定期的更新我的名单 是不是 因为什么呀 因为你通过一些 我就是爱用者啊 然后他们会介绍给你 会介绍其他的朋友给你 然后我们也可能会去自己开拓市场 那像这样的人呢 我们要更新一下 然后把他们追加到我们的新名单里 那还 把名单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应该要进行什么呀 我们应该进行一个邀约 邀约 我们可以把它 我们可以把它邀约到哪里呢 可以引进给我的导师 为什么说呢 你可以通过视频 像现在我们网站上可以那个 可以搜索到很多爱德美的一些相关的那个视频介绍什么的 还可以利用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会议的软件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公司的研讨会 像导师还有视频还有属于我们的小系统 然后这个公司的研讨会呢 属于我们的大系统 我们邀约完了之后 我们要进行什么呢 我们要进行 大家觉得我们要 要要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是不是要跟他们说一下 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业呀 有人会很说 这个事业说明好难呀 我不会 我那个做不了 我也这样说过 我也这样跟我的导师说过 我说这个我不行 然后特别是我韩语也不好 然后我我不行 然后但是我的导师他跟我说 你只要做炫耀就可以了 只要炫耀 我们要炫耀什么呢 在我炫耀之前 我是不是要要告诉大家我是谁 然后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然后自我介绍完了之后呢 我要跟他说 我要说什么 要说我是怎么接触到爱多美 然后怎么接触到爱多美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 我为什么要做爱多美 然后这三个介绍说完了之后呀 然后呢 那么下面呀 我们就要进入正题了啊 我们事业说明我们要说什么呢 一个要说公司 公司介绍 其实当这个要 我跟他事业说明的时候呀 我只不需要 我不需要很华丽的语言 不需要很深奥的词汇 还有专业的词语什么的 我只讲一些 我自己知道 别人可以简单明了 听得懂的词 我只要这样的说就可以了 公司介绍 我们公司 然后公司介绍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 我们是卖的一个什么样子的产品 是不是 我们爱多美卖的是生活日用品 而且在这个产品介绍里呀 我们还可以给他们讲 我们爱多美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战略 是以什么样子的战略略来做这个产品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呢 奖金制度 当我们去选择一份事业的时候 就包括我去公司面试上班的时候呀 我都会先考虑一下 这个是一个做什么样的公司 然后再其次呢 我要决定的是什么呀 我要看这个公司的薪资是多少 那我们做爱多美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需要告诉我需要把我们这公司的一个 是什么样的收入构造呀 我要说给他听 我要告诉他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呢 公司的前景 我们公司的前景 我们要把爱多美这样一个事业的价值 还有爱多美是一个什么 有什么一个什么样的事业的前景呀 告诉他 我们爱多美呀 现在已经进入到18个国家了 是不是 大家想一想 但是 就是在世界各地 每个国家都会有中国人 没有没有 就包括南极和北极都会有咱们的中国人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只是通过我中国的一些朋友身边人 我就可以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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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世界的各地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 爱多美这样一个公司的价值和前景了 然后事业说明结束了之后呢 那我们要 我们要跟进什么呀 事业说明结束了之后呀 我们要做一个后续的跟进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为什么呀 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售后服务 AAC 对不对 但是这个售后服务呢 是时间越短越好 然后最好是在48小时之内 为什么要在48小时之内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记忆的时间很是很短的 当然就是把它 当你时间拉的越长 然后他对这个的记忆呀 就会一点一点的变淡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消费者的跟进 消费者我们要跟进什么呀 消费者我们要跟进的当然是产品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产品 我们注重的不是他使用多少种产品 我们注重的不是他用的多少种产品 我们注重的是他的满意度 我们要提高他的满意度 为什么说要提高满满意度呢 因为他对这个产品满意了之后呀 他才会分享给身边的人 才会给我推荐其他的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事业者的跟进 事业者跟进是我们要跟进的是什么呀 跟进的是他的一个思想 我们要知道 因为我们跟他进行了事业声明了之后呀 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然后对这公司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然后在这个我们问完了之后呀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呀 我们要问他 你为什么要做爱多美 做爱多美的理由 比起我直接跟他说 然后我来提问的时候的话呀 会更加深加加固他的一个记忆力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呀 我们要问的 那我们爱多美 那我们爱多美 为什么觉得是事业可行的呢 我个人认为爱多美的可行的 为的几点是什么呀 重要的因素 重要的几点是 第一个我们爱多美 大家我们都知道 我们做的是生活日用品对不对 然后生活日用品就代表了 这是一个快销品 所以说当我们在选择一个直销的时候呀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公司 他卖的是什么 就像会长他也说过 就算是罪犯他在逃亡 他在逃亡躲避的时候呀 他都要刷牙洗头 对不对 然后这就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 我们爱多美的产品数 在不断的增加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 我们爱多美是无限延伸的一个事业 对不对 相信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呀 下面不光只有一些韩国的会员 中国的 然后还有菲律宾的泰国的这些我相信都有 然后 那就 我们后续跟进了之后呀 然后有的 有的人呢 他就是始终的一个就是消费者 一个爱用者 但是 有的人呢 通过我们的后续跟进呀 他就会对这个事业产生兴趣 然后变成我们的爱多美的事业者 但是在我们 做爱多美的途中呀 谁都会有平静期 谁都会有困难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呀 他 我的伙伴肯定会跟我商谈 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七个 我们第七阶段就是商谈 在这个商谈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什么呀 在我跟下线商谈之前啊 我先跟我的导师商谈 商谈完了之后呀 我在跟我的事业伙伴在商谈 然后在这个做这个事业的途中 我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子的伙伴呢 然后会有的伙伴会说 哎呀 我没有 我没有热情度 我没有热情度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跟我们的伙伴要 我们要跟他说什么呢 我们要跟他说 那我们就要问他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 是不是 这样的话我们跟他一起设定他的梦想和目标 在这里呀 我们要产生共鸣 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共鸣呢 我要跟他说一句 我也这样子过 我也没有我热情度过 所以说 当我这个 当我 我觉得没有热情度的时候呀 我给我的上线商谈的时候 他说 让我先设定一下我的梦想 然后还有就是说 哎呀 我没有时间 比如说我们邀请一些 就是 我爸呀 来听我们的研讨会的时候 他们就 有的人就总会说 我没有时间 为什么会没有时间呀 因为他没有下定决心 所以我们要跟他一起下定 让他下定决心 然后 那个就是说 哎呀 我没有人脉 我刚开始做爱都美的时候呀 我也是 我也说过同样子的话 我刚开始 我说我想了解这个事业的时候呀 然后我的导师就带着他的导师来过来见我了嘛 然后我就 我就对自己特别没有 没有没有细心 我就说我韩语也不好 而且我在韩国我也没有人脉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业我做不了 但是当时我的上线 我的导师他就跟我说 爱都美呀 不是 不需要你有能力 而且也不需要你韩语好 当时我不相信 但是在了 在我了解这个的途中呀 我彻彻底底的我是感受到了 爱都美呀 真的是 不需要我的 我不需要很多人脉 当时说没有人脉的伙伴呢 我们要跟他一起坐下来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人脉呀 没有人脉的话 是不是说明他没有自美呀 所以我们要跟他坐下来一起寻找他的自美 那就是写名单 还有就是什么呀 当我们就是这个 做了比如说做了几个月之后 或者是一年之后呀 就是说 我们有自己的团队 我的团队为什么 为什么组装不起来呢 这个时候呀 我们要跟他来商谈一个事业的说明 我们要进行事业说明 大家肯定也知道 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事业者是从哪里挖掘出来的呀 当然是从我们的事业 当然是从我们的事业说明了 我们要把事业说明跟他经常讲 然后把公司的前景呀 价值呀 说给他听 这样子的话呀 肯定你也会有自己的 团队有自己的小伙伴出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没有团队的人呢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 我的卓越市场 是由我的心胸来决定的 我的心胸的大小决定了 我的卓越市场的大小 也会有人说 哎呀 我的这个复购率不行 我的这个复购率不行 复购率不行的话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行一个就是产品售后的服务 就是AS然后就是后续跟进 我们只有把这个AS做好做到位了之后呀 肯定 凭着我们爱多美的产品的战略 我们凭着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我们就是一个高品质低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们不可能没有复购率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就是关于就是说事业伙伴 有人说我下面做了这么久爱多美的事业 但是我下面没有一个事业伙伴 没有事业伙伴的话 那就是我没有邀约 我没有邀约他来参加我们爱多美的研讨会 我没有把我没有把他引进给我的导师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 就是因为我这个原版不好 你想想如果我要是一个特别有热情度 我要是一个原版好 我要是把 这没事 阿密对麦克风出了 对 卡 也会有很多小伙伴呢 他会说 哎呀我可以成功吗 我刚开始做事业的时候呀 我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包括我现在有的时候 我也是我也会跟我的导师 我的直书导师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会问他 我说你觉得我可以成功吗 但是他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呀 他说 你的左右两边 各有一位像你这样的事业伙伴 就一定可以成功 所以就是说 我把我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之后呀 我肯定肯定会成功的 那么我们第七个阶段说完了之后呀 那么我们再说最后一个第八个阶段 第八个阶段是什么呢 第八个阶段 第八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复制 其实这个复制和复印是有区别的 复印是什么呀 复印就是把一个事业原原本本的复印出来 就像我们去打印资料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原本 我们把这个原版原原本本的打印 然后这个是叫复印 但是这个复制是什么呀 复制的话是把我在这个 在这个爱多美的事业所学的精髓 复制给大家 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然后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大家都认识的就是李德佑环与CEO 他说过他经常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只有我这个原版好了之后 才能复制出来好的版本 其实这个话真的真的是很对的 但是今天我就给我就跟大家简短的 然后分享到这里 然后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谢谢